大家好,我是王狗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 我有拍一個系列是網友投稿的 其中有一個網友 就講述了一個新竹的靈異地點 所以呢這一次我就到了新竹當地 那個靈異地點呢 相信你只要知道新竹把握水庫 或多或少 可能都有聽過 只要你上網Google 新竹把握水庫吊橋 就會出現這樣子的一個傳說 據說那裡只要到了晚上 有人在走過吊橋的時候 前方也沒有任何人 吊橋的木板卻發出 大大大的聲響 還有一行人凌晨兩點到此夜遊 前方走來一名老人 背著一個嬰兒 而且經過這群人身旁時 卻沒有發出任何的聲響 對沒錯 新竹呢就是有一個這樣子的吊橋 那一天呢我就到了吊橋這邊 做了一個都市傳說 點線箱經過這個吊橋 並且在最後一端 自拍看看 看看 會不會真的有老人 會經過那個地方 不多說 我給你們看一下 當時的畫面 你們會很緊張嗎 嗯有一點 有一點 一有狀況的話 叫腳就馬上測這樣 好那不多說 我們就走吧 前面吊橋 無盡的聲韌 好 出發 沒有點過 現鄉這樣子走吊橋的感覺嗎 應該是沒有啦 就是也是等於你們的第一次吧 沒有錯 也是我的第一次 而且又是在這種 蜘蛛王 蜘蛛王 而且又是在這種 新竹當地最靈異的靈異景點 屁虎吊橋 看一下前面 我還以為我想說是誰的聲音耶 他們現在已經走到中間了 消失在黑夜裡 你目前走到現在有什麼感覺了 感覺氣氛有點突然變一點冷 尤其剛剛那邊滿熱的 後面好像真的有聲音耶 我剛剛腳是往前踩 然後我後面好像有一個腳步的聲音 步牌其實是這個 木板太久了 我們這樣走著走著 已經要到吊橋的底端了 然後電了這個現象 沒有發生什麼事齁 真的是沒發生什麼事 嗯 這個地方如果說真的有這種東西 就行 什麼聲音 沒事沒事 快到了快到了 對面 真的很多聲音 對啊真的很多聲音 真的很多聲音 那聲音很尖 好我們不要逃到對球的頂端了 剩下 最後幾步 有有有有 對 這裡對這裡人很多 在那盒拍一張 在那盒拍一張 好最後 幾步 兩步 一步 沒電 可以嗎 可以 最後兩步 結束 對 對大家我們現在等沒電 但我們走完這個吊橋了 因為沒有電 所以我們 只能三個人 單獨拍 用手機開閃光燈 3 2 1 2 1 3 2 2 3 2 3 2 2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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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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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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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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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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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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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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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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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把被緩慢推動的聲音 這個時候一陣寒意瞬間起來 我毫不猶豫準備大步離去 然而就在這時我全身都麻辣 這是我這輩子從來沒有發生過的情況 非常的深沉 而且真實 在大約幾秒鐘的停頓之後 我拔腿狂奔 跳上我的車 即時下山 就這樣子車子不停 就要把科學有權人 那種受威脅壓迫的感覺 才逐漸的消退 回到家之後 母親還沒有睡覺 他皺起眉頭 問了我跑去哪裡之後 嚴肅的告誡我 以後不准再去 有些事情不能開玩笑 隔天福星跟我說 從來什麼都不怕的他 也不是很喜歡那個地方 有種讓他莫名的壓迫感 而且附近的草皮裡還有一塊大石頭 估計是鎮魂飛之類的東西 而後 我再也沒有踏入寶惡水庫 哪怕只有一次 如果有興趣 我可以提供確切的地點 希望能過去做感應 或是進行一些都市傳說之類的 想必也會給你留下深刻的體會 我是Pierre 就是有鑑魚這個故事呢 就真的來到了那個人所說的公測 但是這一次比較特別 我們是讓剛剛跟我走吊橋的那個阿豪 去挑戰這個公測的都市傳說 因為他說他始終都不相信 世界上有很多這種東西 所以接下來的影片會比較特別一點 因為主角不是阿豪 也請大家欣賞看到 第一次挑戰都市傳說 然後又不怕都市傳說的人 做起來是什麼樣的感覺 好OK 好吶 這就是剛剛 王狗跟大家講的那個殿塔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然後我現在就要出發 往那個公測前進了 我靠 有一個 聲音 這邊是南側 那依照剛剛的故事情節來說 我要去的應該是女廁 然後女廁這邊的燈光是明顯的 比南側的還要暗 看一下這邊的廁所門好了 呃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好這間 嗯 還好 好那我就 沒事 這只是比較難開 不痛 好 那這邊的狀況也很正常 那我們就 開始這個 Bloody Mary的 點燃這個蠟燭 閉上眼睛 然後說三次那個Bloody Mary 好 準備囉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Bloody Mary 哦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特別的狀況 也只能這樣 我就回去跟玩狗講一下 Bloody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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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大家好 又是我們後續趕的時間啦 這次來到新竹 真的好像沒有發生什麼事情 只有中間有一段 後面不是傳來一聲很大的 Bloody Mary 那個時候相機突然 雜訊一下 真的很多聲音 欸那聲音很尖 好我們去不要打花對角 頂竿了 我拍了這三年來 現在雜訊要嘛就是變綠變黑 不會有這種 Bloody 而且剛好是出現在那個Bloody 不過撇除這樣子 也有可能是相機用太久BloBloBlo的聲音 我覺得主要也跟那個吊橋 它的結構有關心 木板嘛 走起來本來就好像會很 咦咦咦乖乖 所以那一天 應該是真的沒有什麼事情啦 但是如果你要問我 這世界上到底有魔鬼的話 你們也知道我拍了那麼久 雖然沒有真的看到 但是太多的巧合真的也不剩每一句 信的人就跟著我一起探索 不信的人 不信人 不信人 不信人